幫手奉上3.4億台幣 和半導體技術 給立陶宛的私人公司 立委炮轟 這就是蔡英文 親自指示 還欺騙百姓 這是互惠 其實就是用公帑 來賣抗中友邦 再加上國發會也被提爆 竟然融資給中國大陸 做生意的立陶宛公司 也哀鴻到底誰才是 中共同路人 立委爆料蔡政府 違反外交慣例 因此奉上台幣3.4億元 和8寸晶圓技術 給立陶宛的一家私人公司 外交部說這是兩國互惠 立委再炮轟 就是蔡英文下令 是不是蔡總統下令 我這邊有證據 其實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蔡總統只是顧力雄 來召集相關的部會來開會 立委還爆料 蔡政府融資立陶宛的 太陽能公司 但它的原料 竟然都是來自自己 最恨的中國大陸 800萬歐元的融資 做太陽能的公司 它就是跟中國進口原物料 我們國發會的 中東歐投融資基金 你融資給它 它做生意 是跟中國去進口它的原物料 誰是中共同路人 本案融資 地陶宛太陽能場 也是照同樣的程序核帶 未來也依合約還款 一切運作合覆 法規及金融放款失誤 挺台抗中 難道都是用錢買來的嗎 之前來台深遠的 美國參議員格里漢 當眾要求蔡英文 要買博英7-7 英國前首相特拉斯來台演講 也都是砸三四百萬公帑換來的 為什麼連立陶宛都可以予取予求 立陶宛現在是有恃無恐 對台灣人民進行各種敲詐勒索 立陶宛給了我們什麼 完全不成比例 我們的社畜名稱都這樣子 羞辱我們 所有歐洲國家 對我們最差的一個待遇 對立陶宛 這樣200多萬國家的人口的小國 何以如此之卑躬屈膝 唐台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背個美國在野黨的一位參議員 這樣子的擺佈 這樣的操縱 當時要表決一個法案 說要軍事援助台灣 國底還是反對的 他說台灣很有錢 不需要我們援助他 你花了錢還被人家當傻瓜 難道用錢買抗中交情才會有 蔡政府大內宣的背後 不知道砸了多少百姓納稅錢在裡頭